哈囉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呆在你身邊 呆在哪一邊 神魔之塔這一邊啊 累死人的這一邊啊 這個第一關這個我們就是盡快把它處理掉 因為它會一直燃燒 可是會一直燃燒就是 它只要吹下去就會燃燒了 所以我們盡快處理就對了 現在已經燃燒兩顆囉 有看到齁 現在已經燃燒兩顆囉 現在已經燃燒兩顆了喔 有看到齁 有看到齁 開始燃燃燒三顆 下去把火災上來就算了 SYR 先補血 等一下再來處理他 轉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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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而易舉 120萬以下就處理掉了 這邊是這個 石頭復活 那個能力繼承講錯了 既然他會繼承 那我們就是 盡量兩隻一起處理掉 用全體攻擊就比較不會有 一直打死 一直打不死的狀況 現在為什麼要用單鐵 因為這隻沒有屬性相剋 火的減弱 又沒有屬性相剋 所以 我會先削他的血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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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轉一下 兩隻一起把他帶走好了 開個大勝就夠了 我覺得大勝就夠了 這個天將 因為進光珠 所以天將率比較高是正常 第三關 升族客製問號服飾 這一關我會盡快的 把它處理掉 但是 思考一下 開個雞腳就好 我會盡快的 看 雞腳的威力竟然 這麼軟 所以不要太有把握 所以不要太有把握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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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龍科第二個 補血 居然開龍科補血 所以我看之後我才會幹這種事 沒有幸福死,他給我斷心 就是要斷了我的命 有點誇張 這邊風險太大了,我們把那個女巫關掉 竟然有人開龍科在補血 百姓可能是偷一個 好的 由我出去 說 為甚麼 之下 真正 在有限的空間裡面 這樣運用還真是不是那麼好用 送走啦 好的 這個我建議這邊是一波帶走 怎麼帶勒 這塊五回合太久了來不及 我們直接全開 然後做一個全體攻擊 這邊稍微切開 這邊再一個斜轉 一次一波一波帶走 因為它50%一下無事減傷 800多萬沒看錯 第五關這個隨機轉光的無所謂 這個就可以慢慢慢慢的跟它玩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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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百姓都燒焦了 歐糖刺好像沒有太大效果 啊加油加油 我們艾德還有4回合 好轉這一行 轉這一行 來不及他死掉 一戰一強金齁 兩回合 兩回合我們就轉這邊 好 好 有一些 愛德 雞腳 大聖 Lag的聲音還真好笑剛剛那個Lag的聲音 好一波 帶走 700多萬沒問題 760萬6千多 這邊的話忘記了 這邊 基本上也是要處理掉 那我們 因為 有開這個 我們先把它關掉 好了 哎呀我把那個星數補掉了 因為要撐過4回合 不然他現在 集中打一隻就好 集中打一隻就好 所以你為了開關自己要斟酌一下 這個我也很難去解釋說什麼時候開什麼時候關喔 因為這兩隻是一起扁就等於是連擊的意思啦 所以我會關掉是這個原因 等到恢復正常的秒數 現在玩起來就很輕鬆了 總之先處理掉其中一隻齁 總之先處理掉其中一隻齁 接下來就是一個漂亮的 搭局我不開了 搭局不開了 搭局除CD 要除蠻久的 右邊這邊把他堵機體看起來是沒有堵到 好因為我開這幾隻CD很短 所以一下他就跳回來了 所以無所謂 艾德還有5回合 我會不會讓我們扁的民意綽綽有餘啊 5回合我還打不死耶 還有5回合 5回合 se 4回合 5回合 120回合 放在 現場 好 剛剛好 第八關 大於等於七 七彈無盾改 這一關的話 可以開機 好 這禮物就不用開了 開 愛德 開 愛德 基本上這三個可以跟那個水珠換 但是時間太短了 我們就不再另外換了 一波把他送走 兩百多萬而已 還蠻少的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禮物沒有開下去吧 這邊就邊打邊除氣 他把你弄成問號 這個要記得 所以今天記得你的心意在哪裡 好 這我稍微記了一下 這次是也蠻煩的啦 說實在話 這次是也蠻煩的啦 說實在話 這隻一隻弄你就對了 能留心就盡量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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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女巫不要開齁 因為這個 我們變成在這邊磨 能夠打到他的機會 並不是那麼多齁 就是以續戰力為優先 哎呀 續戰力啊 續戰力啊 有心就為了不見了啦 藏在這裡 有些時候你如果看不到 就乾脆直接把他轉一轉算 有點危險了齁 好重心喔 我喜歡 好重心喔 我喜歡 哎呀 多消了一族星 好煩的問號珠攻擊喔 說真的 真蠻煩的 既然都不曉得就把他們集中在一起吧 既然都不曉得就把他們集中在一起吧 好 不要讓他四處 四處有檔 咻 剛沒有記 咻 這個地花 咻 這個笛花 這個笛花 用大勝減傷打都打成這樣 一般隊伍的基本上 風險也是蠻大的 問號符石蠻討厭的 接著應該會垂 稍微記一下 我可能只記星毒石吧 這顆是星 那下面是什麼我沒有記到 多記一顆你就多了一個安全 那我都是只有記星毒石就好了 這時候千萬不要爆發 手很癢也不要爆發 因為你下一關要連爆兩次 你沒有辦法 不可能 我們是半魔隊 心服石 1234 不是弄到心就好了 你還沒轉到 沒轉到 沒轉到就會小小的風險了 這個直接要注意 看的 讓我只有幾顆 那麼幾顆 一看 都會有五顆 做四顆 不如做五顆 星服石 都是這樣 任何福石應該都是這樣 是星服石 這個是星 不對阿 星在這裡 那那一顆是什麼 靠 我記得 我盡量是不要斷清兩回合 兩回合就差不多很危險 好 差不多了 快了快了 加油加油阿 再撐一下各位 好 寄星符石的位置 1 2 3 4 這一顆是星符石 好 這邊 好 寄星符石 寄星符石沒什麼用 不要死 不要死 你死得太早了 好 這隻不能被他摸到 好漂亮 這隻摸到六回合你就必死 這隻摸到六回合就必死了 好漂亮 為了避免我們會GG 決定直接開擊一波把他送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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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科 好 我們怕威力不夠 好 加一點龍科補強一下 好 好這兩顆就是暗的了 就不用動了 多少 兩千多萬 ек 漾 你還要一根 上來 好 好 哦 你吃飯 喔,因為我有開火屋啦,所以會比較痛一點 哎呀,喔,幫他補血 我在幹嘛 撐住啦,各位 奇怪,這新扶子長這樣會特別緊張 我覺得這火屋先把他關掉好了 這個現在因為他這裡 這個 這個新扶子的限制 會搞得我七上八下 我先他捏捏的把他關掉 這樣我穩定度會比較好啦 等一下要一波爆發打擊再開出來就好了 大家知道意思齁 喔,要打擊艾德出來齁 就是給他一個痛快 這樣講比較快 還差一點 不過我不希望讓他有機會活起來 所以我決定把他轉過去 我還留了一點暗出 為什麼 因為我想要一波把他送走 這樣暗出就夠多了 基本上一波是沒問題的 我們的網路斷線 等一下 在這個最緊張的時候給我斷線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韓國 韓國不給去 我們再換另外一個地方 這個到這個Japan 好不好 Japan 好 成功的這個來到了日本 我們現在在日本的這個東京 東京 東京 我要一波爆發 你趕快斷線 好 帶走他吧 我們期待一久的通關 我們期待一久的通關 拜拜 拜拜 OK 這個沒有慢動作 剛剛不知道是三百多萬還是三千多萬 不重要 重點是我們過了 以上是巴風八隻四隻三隻三 待在你身邊的關卡示範 我的網路不是已經連上了嗎 嚇我一跳 好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